用族語吟唱傳統鼓搖 再搭配精心編排的舞碼 讓每一個參加今年 台中市原住民族文化節的隊伍 都能展現不同族群的文化特色 也讓族人在過去的準備與練習中 傳承文化並凝聚向心 台中市政府原民會 辦理一年一度的原住民族文化節 今年的主題是原藥台中鼓勵呈現 希望藉由傳統鼓調以及樂舞等方式 並鼓勵大家用族語來呈現 讓文化節更具文化傳承與學習的意義 我們今年比較特別有連結 我們戴恩西四個部落的年輕人 然後讓我們能夠學習跟 來傳承我們打樣的學習 那我們以樂舞文化來作為活動的主題 其實也是希望我們自己的族人 可以透過平常的排練 那大家可以一起專研一起學習 也在這個過程當中可以讓我們自己的族人 慢慢的建立一些認同感 台中市原民會表示 透過一年一度的原住民族文化節 不僅促進各族群傳統文化的發展 也希望藉由這場活動 讓更多人看見原住民族文化特色與魅力 原是新聞NO台中市採訪報導